又到整式整水的時間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這個手爪餅 手爪餅我旅行的時候見就見得多了 甚至一些買上海點心的店都會見過 我自己會吃蔥的 但是知道有很多朋友都不會吃蔥 所以蔥爪餅我就不和大家分享了 今天就要分享這個香中醬爪餅 爪餅要用一個什麼的麵團呢 就是一個溫水的麵團 口感就會是韻韻韻韻的 又不會太熱又不會太冷 這個溫水麵團就是做這個爪餅的其中一個缺效 大概什麼程度的溫水呢 就是65度左右 我這裡就預備了這個普通的中間麵粉 你可以加一點鹽 大概就是四分一個茶匙 四分一個茶匙的鹽 給點味道 然後呢 你就可以把這個大約六十多度的溫水呢 你就可以倒下去了 倒下去了 倒下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呢 拿個 鵝刮 把它們完全拌勻 它 OK 這個 步驟就非常簡單 把它拌勻 然後把它拌勻 把它拌勻 把它們全部拌勻 壓成一個麵團 麵團 麵團 已經是油好的了 OK 那 油到它很帥仔 很光滑 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鬆弛一下它 大概都是鬆弛20分鐘到30分鐘 等它呢 那個 筋性降低 不會那麼容易影響口感 那我們呢 可以把它放回鋼盆 然後呢 就拿個保鮮紙覆蓋著它 靜止那個麵團鬆弛 然後再做下一個步驟 嗯 好了 那過了30分鐘的時間了 那麵團呢 就已經鬆弛好了 那比之前呢 這個 剛剛搓起的時候呢 它就是變得鬆軟了 OK 那現在呢 我們就在那個工作桌上面呢 就要是滾平那個麵團了 然後就加點香中醬上去啦 好 那 有一個這些 幹麵棍 我不知道怎樣形容 總之就是滾麵團的一個棒 好 那我們呢 就滾開銀平這個麵團了 OK 那 滾到它呢 就是圓滾滾這樣 那你用手可以先硬硬的 好 那你就 滾平它吧 清不清楚啊 OK 好 好 哇 你看一下 多厲害 多大塊 可以滾到很大塊的 成塊薄餅那樣的 可以再滾薄些都可以 對 如果你有很大的公眾房間的話 好了 今天大致是這樣啦 那現在呢 我們就要放些香中醬 上這個麵皮裏了 那香中醬就是這個 嗯 撈麵很棒 好 好啦 我吃羹先 OK OK 那你呢 就可以呢 把麵皮裏了 把麵皮裏了 好 OK啦 我把桌子不夠大 因為 好啦 那你現在呢 就可以把它們呢 把這個麵團呢 捲捲捲捲 捲捲捲 捲捲 捲 剪成一條麵團後 將它放長一點 再捲進來 OK 一個蝸牛的狀態 然後 將它鬆弛10分鐘左右 就可以壓平 放入平底鍋 煎香 過了大約10分鐘 麵團已經鬆弛好了 我們再將它滾平 就是這個香中爪餅 滾到很大塊 現在將它平底鍋 煎香 加些油 然後掃平油 就可以整塊滾下去 可以嗎 哇 厲害 好 煎的時候 要拍一下它 讓它先煎 先把麵團固定一邊 先不要翻它 不要動它 OK 等它定型 先把麵團固定一邊 先把麵團固定一邊 都隨便 拍得比較好吃 沒那麼緊 點心師傅大廚 好 不過這些都是家庭式分享 不是專業的 所以做個參考 來 我們豪氣一點 好厲害 整塊 好厲害 好厲害 這個呢 看不到我吧 OK 香中爪餅 哇 好香 先試一下 我想試一下 嗯 好吃 好鬆脆 好香的香中爪味 今天這個香中爪餅呢 就介紹和分享給大家了 似乎再加多個菜 又可以成為一個好美味的晚餐 或者午餐 還可以用來做Party Food 好 好 好 就吃整式整水 今天就做到這裏了 下次 再做其他東西了 來來去去都是這一句 下次見啦 Bye